大家好,谢谢您点击我的视频,我今天会分享健康山药蛋花汤做法,希望大家会喜欢 材料有山药,鸡蛋,将鱼仔和杂豆 山药切丁 鸡蛋打散 汤锅内倒入一大碗水下浆鱼仔煮出味 去除浮沫 下山药 下杂豆 按个人口味下盐,鸡粉和胡椒粉调味 倒入蛋液 西火倒入一茶匙芝麻油 有许多材料颜色漂亮,美味可口 可以开吃了 汤很清甜 每一口都能吃到山药杂豆 还有嫩滑鸡蛋真的很美味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您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窝 山药好处很多,但要食用也有需要注意的点 老年人胃肠消化功能减弱 故每日食用100克山药即可,不宜过量 如果对山药过敏,则不能食用 以免出现过敏反应,对身体造成不利影响 山药皮中所含的造角素或年夜里含的植物碱 少数人接触会引起山药过敏而发痒 处理山药时应避免直接接触 山药不要生吃,因为生的山药里有一定的毒素 我喜欢简单食谱,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也一定要简单 可以快速完成,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对吗? 记得要收藏食谱了,不然划走怕你找不到我了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美味的简易食谱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也要去看看啦 还有我的食谱有双语版本,每天中午十二点会上传中文版本 而晚上八点半上传英文版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啦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啦 我们下一个人想起来 我们下一个人想起来 羸牙 他会想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